人意外了 中国人的消费居然不如印度非洲 这简直颠覆 要知道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.2万美元 早就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 表面上看起来是挺有钱的 但是真相却令人惊掉了下巴 2020年中国消费率只有54% 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却高达75% 中国消费能力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还不如印度的77% 非洲的84% 那究竟是谁偷走了中国人的钱 偷走了中国人的消费呢 导致老百姓没有钱也不敢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贫富差距较大 根据招商银行的统计 2%的高端客户资产占比超过了100% 第二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财富分配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 是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 创造的经济成果究竟有多少 给了劳动者个人呢 中国这个数据长期只有40%出头 那么印度的数据是超过了75% 第三个就是消费占比降低 高房价功不可没 2021年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将近40万亿 占GDP比例将近三分之一了 居民每年支付的房贷利息就超过了2万亿 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为72% 居民总负债超过了73万亿 都说某个人国民不消费 但真的是这样吗 年轻人谁不想消费呢 可是收入跟不上啊 更何况还有彩礼教育医疗养老的压力 更有甚者 四个菜竟敢卖1500块 您说这样也还要消费呢 谢谢大家